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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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危险 夏天的竹笋 鲜嫩又营养 让我有足够的奶水 喂饱桃桃 我喜欢抱着桃桃睡觉 桃桃也会紧紧的 依偎在我的身上 那天跟踪我许久的大猫熊 送来了许多竹笋 原来 他们是保育基地的人 故意打扮成大猫熊 夏天经常下雨 每次下雨 我会把桃桃抱在怀里 不让她淋湿 如果淋湿了 她很可能会生病死掉 不过 我更担心桃桃太好动 虽然她的眼睛还看不清楚 却喜欢到处乱爬 一不小心会滚出树洞 跌落到山坡下 为了避免发生危险 有好长一段时间 我不敢离开她太远 桃桃桃五个月大后 精力旺盛的她喜欢到处乱跑 我想她应该可以开始学习爬树了 桃桃很勇敢 第一次爬树就不怕高 现在已经能爬到很高的树梢上 耐心的等我回来了 冬天来了 山上飘起了白雪 桃桃第一次看到雪 兴奋的又叫又跳的 她在雪地上打滚 还傻乎乎的舔了地上的积雪 模样真是可爱又有趣呢 过完了寒冷的冬季 天气开始变暖 树林里冒出许多新芽 我带着桃桃到竹林里找竹笋吃 也喝喝融化后的清凉雪水 到处走 到处看 可以让桃桃熟悉 我们居住的这片山林 今天桃桃跟我说 当我离开她去竹林时 来了两位假妈妈 她们身上有妈妈的味道 看起来还却不像妈妈 我好害怕哦 我想应该是那些猫熊人 但是她们来找桃桃做什么呢 桃桃又说 她们打开我的嘴巴 用绳子缠住我的耳朵 还把一个奇怪的东西放进我的耳朵 最后把我放进大盒子里 原来猫熊人正在帮桃桃检查身体 我趁机弄翻了盒子 赶快逃跑 桃桃别怕 那些猫熊人不会伤害你 她们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很健康 过了几天 神秘的猫熊人又出现了 这次她们把桃桃装进竹楼里 背起竹楼离开 而我也被抓去笼子里 许多人扛着我往山上去 这些人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呢 不知道桃桃害不害怕 有没有哭 我们会被分开吗 桃桃还那么小 还不能离开我 我们被送到一个新的地方 这里有很多稚基和鞍唇 还有竹林多 果树也多 林地更大了 我们给吃的东西更丰富了 住在这里的不只有我和桃桃 我曾经赶走过果子梨 也曾在河边里发现花豹和金猫的粪便 这里敌人很多 如果不保持警戒 桃桃可能会被吃掉 我告诉桃桃 妈妈不在的时候 你爬到树上等妈妈 千万别下来 现在即使猫熊人喊她 她也不下来 她会一直等到晚上 我回来后 才到树下喝奶和玩耍 桃桃会爬树 并且有耐心的等待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花豹和金猫会伤害她了 不过我还是不放心 我请桃桃闻一闻花豹的粪便 记住它们的气味 将来只要发现这种气味 一定要赶快爬到树上躲起来 过了几天之后 猫熊人安排了假的花豹出现了 当桃桃好奇地靠近去闻气味时 被花豹的叫声吓了一跳 她赶紧地爬到树上躲藏 我的桃桃已经越来越机灵 越来越跑好保护自己了 虽然桃桃已经快三岁了 而且也能照顾自己 我还是舍不得离开她 今天猫熊人送来了竹笋 却带走了桃桃 妈妈 他们要带我去哪里 我不要离开你 快来救我 我追了过去 又停下脚步 桃桃 别害怕 你已经长大了 要学会自己生活 猫熊人会带你去新家 猫熊人带着桃桃离开了 我相信 桃桃可以保护自己 平安 开心地生活下去 猫熊人 桃桃 就拜托你们照顾了 爱吃竹子的大猫熊 全身只有黑白两色的大猫熊 是中国才有的动物 别的国家找不到哦 他们住在四川 陕西 甘肃省 2600到3500公尺的高山中 只要有丰富的水源和竹林 大猫熊都喜欢居住在那里呢 这些地方气温低于摄氏20度 大猫熊不怕呢 也不冬眠 能在雪地里活动哦 那么为什么大猫熊身上只有黑白色呢 呃呃 嗯 因为大猫熊的个性害凶 一见到人或其他动物 都会躲进树叢间 竹林映下或雪地里不动 身上黑白色的毛 刚好有隐藏的效果 不容易被天敌发现呢 那么 为什么大猫熊会有黑眼圈哦 它是睡不着吗 还是睡不好呢 嗯 不是哦 黑眼圈保护大猫熊的眼睛 它就像个墨镜一样 可以吸收阳光或雪地的反光 眼睛不会阴强光而睁不开呢 大猫熊的宝宝 该怎么生活呢 嗯 大猫熊宝宝的成长记录 刚出生的大猫熊宝宝很小很小 大约只有150到200公克的重量 全身粉红色 毛很少 宝宝还不会走路 妈妈会一直抱着它 为它喝奶 走动的时候 就把宝宝叼在嘴里 全天候的细心保护它 那么 大猫熊宝宝会跟着妈妈 生活一到两年 直到学到所有生活的本领 才会离开妈妈呢 那么大猫熊妈妈 为什么那么爱舔宝宝呢 大猫熊妈妈常常用舌头舔宝宝 帮它清洁身体 保持干净 也会用舌头点宝宝的肚子 刺鸡打牌便 那么 大猫熊宝宝多久才会长毛呢 嗯 大猫熊宝宝出生一到两个星期之后 才会长出黑白色的毛 六到八个星期之后 宝宝的眼睛才会睁开 看到外面的世界 这时候的它 毛发稀疏 常常被妈妈抱在怀里保暖呢 那么 大猫熊宝宝多大 才会走路呢 它们大概是三四个月大 才学习走路 学会走路之后 妈妈才带它们外出 五个月大时 妈妈会教它爬树 六七个月大的时候 开始吃竹子 但是主要还是喝母奶 获得营养呢 那么 大猫熊妈妈 会教宝宝什么样的本领呢 第一个 自我照顾 找寻食物和水的方法 清洁身体 保持干净不生病 第二个 自我保护 认识敌人 爬树躲藏 保护自己 第三 标示地盘 有尿液 大便 或身上的气味 标示地盘 警告其他猫熊 不要靠近哦 再来再来 大猫熊最喜欢吃竹子了 大猫熊的祖先和熊一样 都是吃肉的 所以 它们的肠子 比较短 不像牛和羊 有四个胃 其中的 流味 有菌虫 可以消化 食物纤维 现在 大猫熊 却只吃竹子 偶尔吃一些 其他的植物嫩叶 果实 和昆虫 老鼠等 只吃 竹子的喜好 为它们带来的 一些些困扰呢 那它们 吃竹子 带来什么样的困扰呢 因为竹子里的 纤维不好消化 大猫熊 只能吃得到 很少的养分 因此 大猫熊 会不停地 一直吃 一直吃 每天花超过 十个小时 来吃竹子 至少要吃 二十公斤呢 再来 大猫熊 它们动作 变得很慢 很慢 它们都是 慢慢走 慢慢爬 只有紧急的时候 才会赶快跑 平常 不是吃东西 就是睡觉 因为它们 吃竹子 得到的营养 很少很少 动作慢 可以减少 能量的消耗 那么 大猫熊 喜欢吃 哪一种竹子呢 它们喜欢吃的 种类很多 比如说 建竹 方竹 苦竹的 大约有六十多种 住在不同的地区 的大猫熊 吃的竹子的 种类不一样 也会随着季节 改变 喜好哦 像 春夏季 我喜欢吃竹笋 那么秋冬的时候 我会喜欢吃竹叶 和竹干 那么为什么要保护 大猫熊呢 因为大猫熊 住在山区 它们居住的地方 被人类大量开发 作为农地 或者是盖房子 导致它们居住的地方 变小了 食物也减少了 所以 使得野生的大猫熊 数量快速减少 所以为了保护大猫熊 它们在野外 成立了 繁育研究基地 把野外抢救回来的 猫熊 放在基地里 研究和照顾 并且 陆陆续续的 帮助它们 繁育大猫熊呢 好咯 今天的晚安故事 就到这里了 晚安 亲爱的宝贝 祝你有个好梦 在这里了 这下方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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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